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一百個 也沒有看過蔡總統出來開記者會 昨天那個高端的股票一跌停 剛好蔡總統就趕快出來開記者會 可是要思考一下 到底政府的優先項目是什麼 犯法地區本來是最嚴重 慢慢就控制下來 但是也因為整個首都生活圈的關係 它慢慢也擴散到其他的行政區 所以我相信現在在整個所謂的北台灣 首都生活圈 應該每個地方都有這種潛伏的感染源存在 就是這家長照機構 發生一個算是群聚感染 有三十幾個感染 那也使得很多的住民 那有個特色 死亡的平均年齡是八十幾歲 那這也跟國外的經驗相符 就是說 這個病喔 在不同年齡層的感染率 你知道 好像還好 就是說大家都會得 可是在五十歲以下死亡率很低 過了五十歲 年齡越高 死亡率越高 特別到八十幾歲的死亡率已經是超過二十幾個剩 那我們這些 這次死掉的這些長照機構裡面的本人 你知道 大部分都是中風 失智 我們常常就所謂那種三管病人 有鼻胃管 尿管 還有氣血這種人 所以說 所以說實際上本來就身體狀況比較差 我們從這個案子你知道 我們在台北市的政策 有做了一個修正 這個長照機構裡面躺了很多老人 所以一堆老人聚集在哪裡 然後有病毒進來 那死亡率很高 可是這些老人平常並不會跑出去 所以是什麼感染 你知道 是年輕的工作人員 在外面感染 他是社區感染 可是他進來的時候 你知道 去傳染這些老人 然後散開 那偏偏這些老人又密集集中 然後死亡率又高 這樣人家死亡又慘重 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個政策要改變 就是說 長照機構的工作人員 要有錢打疫苗 本來我們在目前打疫苗的順序 他是相當後面的 可是我們發現你知道 這些人一旦被感染你知道 他自己沒有什麼症狀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很年輕 就流鼻水感冒這樣 可是那些感染那一批老人 一批一批下去 整個安養院的老人全部被感染你知道 然後死亡率又很高 所以我們唯獨的方法 我們現在決定把安養機構的這些工作人員 不管他的年齡 再打疫苗的順序要防潛力 離到大概接近 計程診所的程度 其實看到這裡 我想 大家心裡面都有一把尺 到現在為止 但是 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個 也沒有看過蔡總統出來開記者會 昨天那個高端的股票一跌停 剛好 蔡總統就趕快出來開記者會 可是要思考一下 到底 政府的優先項目是什麼 國內的生技產業要扶持 所以我同意 我們要發展自己的疫苗產業 我也同意 但是有時候就是 局勢改變 如果今天台灣 內部情況很好 當然這個政府要做一些政策的調整 是可以的 可是 可是我們在第一線 實際執政很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三級管制一放開 感染一定上升 我非常清楚 然後 台北還算是醫療資源豐富 同樣的情形 如果出現在台灣其他地方 會相當麻煩 所以 這個 是有輕重反擊 你知道 疫苗可以進來就 我先打了 不然這個 這個三級管制再拖三個月 我昨天講說 20的會比病死的多 這個你仔細想想看就知道 如果現在連這個什麼 美甲美髮都要停掉 這個影響會越來越大